在臺南的中大車庫 第三枚這十一頓話 在臺南南區的台港 台東發生嚴重的車庫以外 這是一台叫車 都去到港庄的警衛室 整台車 整個都外國市場變成去 現在六人全部都過往 裡面三人是台東某一間 高中的發生 警告表示有一個二十二歲的加速 是沒有加速 而且又照在 以外原因又在調查 普適的車庫塞在 南南區台港大座 鄉鄉九十多當小 所謂高速穿去對面車座 最後都在港庄的警衛室 車身嚴重變形 經燒出動破壞器材 踢開車體 車來面受困惑的人 緊急救救 不過已經沒有死命精神 我們到場查看的時候 六個人在同一台車裡面 都是歐卡的狀態 都是沒有呼吸生命的狀態 是前面兩個駕駛座一個 副駕駛座一個 後面是有四個人員 這站嚴重的高通速度 發生在一盒半米 十一點五十四分 燒駕車不平安 可以在台港大座出棄 經燒之外車裡面 六個人是三個男女朋友 很快要出棄 不過公司家事不敢照 和朋友坐車 而且喬載 車速太快 車速打滑 下車 偏向 就橫跨 雙黃線 撞進 對向的工廠 那因為車體 扭曲變形 那六人 當場受困於車上 南明市場分別是22歲的公司家屬 副家屬則是20歲的遺生路主 後來市的人其中猶生男主 遺生路主和遺生路主 都是台中某一間高中的學生 家屬接著消息 對台中的報告現場沒辦法相信 怎麼會在台南發生這種事 我就一大堆問號 我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警方粗暴調查 公司家屬沒有喝酒 也沒有特品的歡迎 這個路段過去也沒有發生過四望 恰好 恰好的原因還要釐清 去這裡宣布教官 台南報告